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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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这家公司出了状况吗 没有第一件事 这家公司并没有出状况 是外在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把他杀掉 所以我们要越卖越低 所以你就看到股价越打越低 你就发现说 他是应该是很高的地方 因为他已经涨 涨得非常高了 所以把他打低下来是合理的正常 第一他创高了 波段创高了 所以我们要 保有我们的获利 所以我们把它卖掉 这就合理了 可是他没有创高 他在整理阶段的 结果大盘一创个200点 一下就全部都丢出来了 等一下 你丢股票总丢好人减股票 才会成交吧 对那你要有人去接 你才会成交 等一下那你请问你卖给谁了 那谁又在这个不怕死的 这200 杀200点去买你的股票呢 对啊 他一定不怕死 那请问他为什么不怕死 不懂 他不懂了对不对 那就是 那下礼拜会怎么样 不管了啦 今天反正先砍 对吧 那么好了 今天砍出来的股票 基本上如果是有人 承接的话 基本上那些筹码会落在谁手上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 省私的地方 第二 我们看到所有盘面上这些所谓的焦点热门股 在这边在run的时候呢 往往都是有一些落后的形态的股票 他没有被注意到 如果在今天的盘式里面这些落后股票再被杀一波的话 他会形成一个效应就是 当我的符额 整理的更快速的时候 什么叫整理的更快速 如果没有杀盘 对不起那个符额是慢慢在跑出来的 这个要卖不卖要卖不卖你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在虚间整理我就等你稍微高一点我在卖 低一点怎么样 突然打那么低 不管了就卖了 大家这个叫逼符额 那逼符额的情况之下 必然要在大盘 击杀的过程里面 去逼出来 逼出来以后呢 他一定会碰到一个就是 一直往下打 反正一直卖 但是都有人接 奇怪卖到低点 总有一个低点 他不卖了吧 卖完了 今天想卖的 基本上呢 前面看砂盘的就开始丢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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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来了 重点来了 那个防疫概念股你如果该买的你也该买了 该亮灯也都亮灯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期许是下礼拜我要怎么操作 接着12月要怎么操作 我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观念 接着下来下礼拜就迎接年底的最后一波叫作战行情 你会说还有作战行情吗 都杀成这个样子 对不起 我等下慢慢给你看就知道什么叫作作战行情 好了 今天是礼拜五对吧 先跟大家说一下 来基本上礼拜五晚上的会有一集节目会播出在哪里呢 在YouTube频道散户特工队 8点的首播 那么好了 这是新的影片 但是我我录的这个 这个是我在第29集的时候就有录过 而且在 本周的登峰造极节目当中的我们也不断的去告诉大家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叫做法人作战 为什么他可以涨不停 那我现在来解析一下给大家 你就会发现 如果除了凯美之后呢 就是凯美是在一个形态 另外一档股票是一个形态 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不断的跟大家讲 我说 如果要碰到 集团作战 里面的集团他不可能只有一档股票 那不然一档股票叫集团 对 他有好多档股票 请问为什么那档股票会先涨 对啊 你要知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是国具涨 为什么是凯美先涨 对不知道 应该国具要先涨反正领头羊也不对 国具股份比较大 第二我们再回来看的话 你以为我解析给大家听 才知道说 那我们 下个礼拜要该怎么注意 开始 今天大盘让大家这样吓一跳 首先先看集团股 来先看集团股 第一件事我们看的集团股里面有个重要的关键 重要关键是好来先看华兴集团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看 那华兴集团请问 红色字的部分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全都是PCB对不对 PCBPCBPCB 那既然都是PCB 我们来发现一件事情 PCB里面我们 常在讲的股票是哪一档 叫做金星 对 金星是吧 好 来先给大家看 我们先找一下金星 我先给大家看这个 他叫涨不停 好 涨不停 他叫宁德时代供应链 是吧 宁德时代供应链 所以我们提到谁 上面第一档股票就是金星 BMS 电池管理系统 好 那他是电池管理系统 华兴集团PCB三件客 哪三件客 刚才看完了 所以金星是怎么样 金星 车用产品分为什么 传统车用 车用控制版 TPMS 新能源车 电池管理系统 电机 电控 相关的PCBA PCBA就叫做印刷电路版的组装 他占了97% 第一件事 他是走新能源车系列 所以他跟宁德时代供应链是 息息相关的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知道他的基本面了 好了 现在重点来了 你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谁不知道 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凭什么 从四十几块 涨到快70 在一段大涨的过程里面 从四十几块 涨到快70 如果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他是 华兴集团里面 PCB三件客里面 涨得最凶悍的 对不对 好 那是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来回顾 这是10月27号 因为10月26号 刚才有讲了 礼拜二嘛 对不对 有一集节目要播出嘛 是中午12点 好礼拜二 当时礼拜二是播哪一集 金星 10月26号 礼拜二播金星 好啦 播出来 注意看喔 10月27号 礼拜三 他涨停 42块半 上来了 好吧 他上来了 是吧 那好 我问大家 这样子上来代表他会一直上吗 我再给大家看 注意看喔 当他变成四排二号的时候 叫做11月22号 各位再看一次 什么东西改变了 筹码有改变 为什么 投信 一直加码金星 所以把金星的股价推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你回来看你就会发现了 来等一下 在10月底的时候 金星在这个位置出发 到哪个位置 哎呦对不起 连50都还没到吗 是不是这样 好啦请看喔 40几 然后推升 到了11月 这边叫60对吧 可是你看今天 今天礼拜五 金星 找盘上工到 基本上快要来到70的位置 各位我们再冷静来想一下 等一下 请问里面的筹码 短期之内出现改变最大的在哪个部分 就在投信法人 哈 真的是投信法人 对 就在投信法人 第二件事 我们来看近期的表现 你知道吗 我在跟大家谈一件事情 这个是礼拜三 这个礼拜三 那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节目是不是有提示 凯美 各位请看 你再看一次 这叫95块半 我请问大家 如果你今天买95块半 你会不会很高兴 很高兴 对不对 那你觉得你买在投信的前面 还是投信的后面 我简单先问大家这个事情 说不对 没有去看 不知道 所以他攻上来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件事 大家都认为 这到底是谁攻的 第一件事 其实凯美 在最早发动的时候 对不起 都是融资散户在买进 还有这种事 对的 就是都是融资散户在买进 他会发生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的凯美 他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震荡 什么意思呢 当大盘下杀的时候 这边买凯美的散户 他都是赚钱的 各位 你要知道 融资 使用融资 当然是散户在使用 我今天我去卡位凯美 我是期望凯美的未来产业怎么样 这个我们都讲过 好 来了 那当大盘在沙盘的时候 我要确保我的获利 假设我的成本是在100块以下 请问大盘在沙盘 如果股价还没有上推的话 我要不要卖 我该不该卖 我可不可以卖 我告诉大家可以卖 真的可以卖 但重点是 当你卖完之后 如果震荡完毕 投信再如果持续加码 有没有机会再上去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好啦我现在公布答案给大家听 你看这个是礼拜三的凯美 礼拜四的凯美 继续攻 这是我们给大家看的 昨天你有看到这一张 对不对 他持续往上攻 礼拜四发生什么事 礼拜四到底发生什么事 礼拜四是这样 这是礼拜四 我请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解析给大家听 你就会了解为什么 我在我们今天的测标上面写一个 化被动为主动 凯美之后呢 那这个之后没有打 之后呢 那个呢没有打出来 凯美之后呢 12月的开路先锋 等一下注意看哦 各位 这是昨天嘛 我为什么要拿这个短线的图给大家看 各位请看哦 这个量能是不是一直在增加 对哦 来这个昨天这一条线很超长的 这条线叫做投信的买超 好吧 投信在昨天 也就是礼拜四 刚开始买凯美 买了1200多张 等一下 我刚刚跟大家讲 来我们再回来 我们来回顾一下 来来 请问这一天 投信买了没 还没哦 对不起哦 这一天投信还没买 对不对 请问这一天谁去买了股票 我记得我的会员有去买凯美嘛 对吧 我们的会员有在看电视 大家记得吗 这一天之前 等一下 这一天之前就买好了 可是前一天 等一下 回来看K线 可是前一天 礼拜三 他是这样的 他并没有收高 我们看一下K线 他并没有收高哦 所以你买了有可能追高哦 对哦 可是第二天呢 他就涨停了 然后投信没进来 然后这一天呢 礼拜四 也就是昨天 投信进来了 请问 散户有没有买在投信前面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问号 对哦 所以投信是买在散户后面 所以是投信把它买上去 买上去之后 碰到震荡 接着来了 好 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讲 来了 如果你看这个K线形态 跑这三天 基本上连三红往上走 但是碰到了礼拜五的震荡盘式 请问卖不卖 即便台美在走高 但是就有人卖 好了 请问投信会不会 我今天买一千两百多张 然后我明天再卖出 除非他不要做账 除非他玩好玩的 他就是说我钱很多 我拿大家的钱来操作 所以呢 我这样子买进卖出 我不care 无所谓 今天买明天卖 投信会这样吗 这是第一件事 他要不要做账 他既然买了一千多张 请问他要干嘛 对哦 他买了一千多张 请问他要干嘛 接着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相对应的有一些股票 基本上你去看 投信法人好像没什么持股 那基本上凯美 对不起 我先讲 凯美在11月25 当天投信才进来 你看看这边里面都是空的 有没有 我现在给我这条线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条线是平的 这条线平的 我现在划过来 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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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开始 上来 有没有 好了 他重点来了 那重点就是 我们看到的12月的行情里面 法人的积极作战态度 以及他们现在所要认养的股票 即将在下个礼拜会产生 我先跟大家说 即将下个礼拜会产生 如果你今天要搭一个顺风车 你今天想要坐轿 当然要坐谁的轿 坐法人的轿 那么大盘打下来 是不是好机会 是好机会 因为你介入的成本更低 但是超多人不愿意在今天买股票 因为今天盘是不对 什么意思 我怎么知道哪边是最低点 答对了 各位请你仔细听好 你不可能永远买到最低 但你也不一定会买到最高 我现在跟大家讲 假设你过去曾经买到最高 如果你今天去买股票出手 你不会买到最高 为什么 股价不是在今天创高 你就不会买到最高 好股价前方还有高点 那你就不是最高 好了 那你机会来了 好那我先跟大家说 刚才所解析的就是 筹码的观念去看股票 未来会涨的 等一下投信为什么要去买 为什么要去买凯美 因为它是铝电容 对吧 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讲过 请问铝电容只有一档股票吗 我们昨天不是有讲吗 除了什么 凯美之外 还有力龙电 另外还有力敦 上游 可是他们今天不是被打下来吗 对啊 等一下我问大家 如果今天被打下来 是代表他都不会上去吗 各位 这观念要稍微修正一下 为什么 今天的下修股价的下修 是来自于大盘整个的拉回 那这样太好了 不是因为公司个别因素 各位来了 不是因为公司获利大衰退 营收大衰退 所以股价大幅修正 不是 也不是因为他怎么样 涨太多 如果这个原因都排除了 那你就要思考一个 股价是不是更便宜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 下个礼拜就是12月 那么12月呢 我们要看12月的一个 最积极作战的一个 年底作战行情 即将启动 那我也要跟大家讲 礼拜一礼拜二是11月底 好吧 那你要不要先卡位 先卡好 卡哪一档呢 卡开路先锋 这一档 12月的开路先锋 所以礼拜一礼拜二 你要先卡位卡好 好那我要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要送给大家 那第二 今天我们在广告时段前十名来电的观众朋友 你除了可以取得开路先锋之外 另外呢我们会加送 各位听好 加送一个礼拜的标股进出抗讯 礼拜一到礼拜五 这个是有关于前十位 我们知道进广告 前十位来电的观众朋友 你可以取得开路先锋 按说我是第十一位怎么办 各位 如果你是第十一位 你就拿开路先锋就好了 好吗 因为我们有给前十位加送一个礼拜 标股进出抗讯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今天礼拜五大盘行情 确实很不好 好吧 那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额外加送 看能不能帮助大家 这样 所以要怕吗 为什么要怕 我问大家 台湾股市在今年的这个风浪超大的 如果碰到几杀都是你的机会 我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了 所以呢 请大家你自己把握 好吧 准备了吗 如果你动作够快 你可以变成前面十位 会怎么样 会加送一个礼拜标股进出抗讯 预备 进广告打电话待会回来 正大的年代 我们给您最强势的后援 188超值互助专案 帮助您战胜市场 重回赢家的行列 超值专线 02812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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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6107 6.4 Live直播 Live直播 观网服务欢迎入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开启投资新视野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啦 回到现场来 那好吧 那我们讲 如果大盘这样子杀 杀个300点 那基本上 那请问每次急杀 有没有那个量跑出来 有量跑出来 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急着 把我们手上的股票 因为超烫的 就吓死我了 大盘杀这个样子 未来一定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把这个手票 丢出去 一定是往下丢 你不会挂在那边丢 我跟大家讲 跌100点200点300点 这个时候呢 跌到200点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象300点400点 你不会在那边挂现价 你一定用市价 那用市价在卖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 大家是用跳水模式 赶快把股票先卖掉 先卖掉先好的意思 那么先卖掉先好 以市价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往跌停板 那个方向砸 那跌停板方向砸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啪一下成交了 虽然你卖得很低 但是成交了 所以他量能会跑出来 意思就是说下档有人在接的情况之下 成交量是因为买跟卖 啪的这样子才叫成交 对吧 有人买 有人卖 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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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个成交量就会放大 所以礼拜五的成交量 它就放大 可是是下沙嘛 下沙是有量的 那么下沙取量 那这个量是来自于哪里 有人买又有人卖 在这个情况你会发现也不对 那这个资金面超奇怪的 因为第一 今天讲到的 如果是疫情 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会思考 防疫概念股 我们赶快来买防疫概念股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为什么防疫概念股 它不会消失 因为对疫情的控制 每个国家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你今天只要传出来一个 比如说欧洲 每天可以死4000个人 这样的疫情 然后再传出另外一个点的时候 就会大家很恐慌很恐慌 第二件事情 我们在台湾 其实我们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超妙的 你知道吗 打了第一季打完第二季 打完第二季 就看别的国家发生什么样状况 我们在防堵别的国家的旅客进来 比如说境外移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防疫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第二件事 那国外为什么会有种变种病毒 这样子产生 然后觉得好像不可思议怎么样 然后整个拖累所有的盘式 在拖累盘式影响是 大家恐慌心态出现了 所以防疫概念股短线上 没得买 我们就只好买防疫概念股 买来感觉就是 你好像你买防疫概念股 就可以对抗疫情了 不对 那这个是大家的资金的转移 好了来了 一次转移完回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当股票 被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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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灌杀的时候 就是有人会在那边滴滴接 砰砰砰 你接 你打 你看你要不要打到跌停 那基本上 最希望你一次把它灌到跌停 什么意思呢 你去观察 如果在大盘 在下沙的过程里面 出现非常多的跌停 然后都锁起来 你就是卖跌停 你都卖不掉情况之下 这就是超可怕 如果不是 就是大家往下灌 你不用说你股票有多好 那基本上就是前面你涨多的 那个修正 大一点合理 但是股价呢 没有创新高的股票 那你修正这么大 它已经不合理了 什么意思呢 它不过是在区间整理 碰到一个逆势盘 开始往下摘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握股票 干脆下礼拜再来 我现在小赔一点 我现在小赚一点 胖 股票出去 好了 来了 重点来了 你出去了 可是下礼拜 你确定这股票不会上来吗 这是我的概念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了 说我为什么去举例 大家都听得懂例子 我讲 如果拉一档股票 它是有题材的 它又是华兴集团 PCB三件课 其中之一的 那我今天我要去选 我一定会选什么 金星嘛 所以投信会不会这样选 投信也会这样选 为什么 它筹码相对稳定 因为金星大股东 他是谁 是精神科 好 再来我们去看它筹码结构 再看它的供应链 于是乎再看它的获利 所以当把人筹码大举进攻的时候 它就出现一个 碰 涨不停走势 请问大家 金星在上涨过程 他有没有先给你来个洗筹码 有的 他有先来洗一趟 然后再往上攻 好吧 那很多人有被洗掉 那好 那回过头来讲 那如果像凯美的形态呢 请问大家 今天 我在讲 我现在重点是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那天我是礼拜几录节目 录那个YouTube散户特工队 今天礼拜五 大家看礼拜五的直播的时候 看到节目的时候 礼拜五的晚上八点 会播出什么 会播出这一集 我找一下 凯美 这个是我 这个礼拜 二 录影 我这礼拜二 录影录凯美 我不是贴盘讲 所以会录好 后制完毕之后 会在这个礼拜五播出 这一集最新的影片 叫做凯美 好吧 那我问大家 那有人一定会说 我影片播出来了 凯美都大涨了 你才在讲 对不起 我礼拜二就录好了 礼拜二在盘中 我就录好了 来 各位请看 这礼拜三 对吧 这礼拜四 这是礼拜四 投信 大举加码凯美 我为什么要这样跟大家讲 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如果你产业看得对的话 股票看得对的话 那个法人随时会进驻 于是乎今天我觉得 你不用太担心 不用太担心的原因是 那公司没问题 被吓杀的反而更便宜 这是我的观念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所以被动元件里面 凯美率先冲出来以后 你就会发现 有些被动元件 要继续攻了 今天盘是不好 他不会攻 但是呢 今天反而他会更便宜 这是我讲的 牵动的会是谁 铝电容 牵动会是利隆电 牵动的会是利敦 这是我的看法 好吧 那么下个礼拜 很重要 跨入12月 要不要决胜12月 你自己决定 那我今天 我送给大家 开入先锋 这档股票 是12月的开入先锋 这个会有法人进场 那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然后呢 我们今天 前十名来电的观众朋友 我们会加送 一个礼拜的标股 进出抗讯 为什么要这样服务 刚刚已经讲过了 因为礼拜五的盘 把你下一大招 好吧 前十名来电的 再加送一个礼拜 的标股进出抗讯 所以下礼拜 重点股票 他就叫做 开入先锋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